基本上就是一个黑人遇到小日本的那种概念 非常非常痛苦啊 不容易进入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狐步骑车的并行金刚飞翔时间 这是我们1239集的节目 今天的话呢 就来给大家进行 Steward Series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这个工程合体大力神的最终合体状态 SS系列的话呢 出到这一个地方呢 算是端出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盘牛肉了 那总体来讲的话 直接告诉各位结论吧 这个合体的一个大力神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它是一个可以让你非常放松 花一点时间呢 可能一个小时呢 可以让你把它整个来回变过一次 又不会很烧脑 也不会很浪费时间 那是一个可以让你轻松 回忆一下电影的画面 那又可以达到把玩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乐趣的一款产品 综合表现的话呢 个人是非常推荐的 行有余力的话呢 就把它整套带回家 那至于会不会推出所谓的礼盒版 什么金图版 这个我不知道啊 这个这个有内线消息的人 拜托啊 出来放个消息给大家知道一下 那我们的话呢 就只单纯对玩具呢 做一个分享了 那先前呢 其实我在做这几款玩具的时候呢 有一些啊 有做单体转换成合体状态的一个形态的展示 那有的没有做啊 不管有做没做 反正今天我通通都不做了啊 我就不要生气啊 我今天就只做今天这个overload啊 那其他那些的话呢 就各位有兴趣的话 再再再上网去查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一款的变形其实也很简单啊 就这样转过去 然后转到这个形状来啊 转过去转下来 然后呢 转到这个形状 那我们要记得这一边的话呢 才是人物的正面 这边还是人物的正面 然后呢 转到这一侧来 转到这一侧 好的 这个的话呢 才是一个人形的正面 正面在这一边 就是有这个栏杆啊 还有这两个这个像楼梯的是正面 那后面你就注意 这里是有一个滑槽 这边有滑槽 一个小的一个大的 相对应就是绿色的沙事车 还有红色的推主机 那所以基本上两条腿呢 是不会去弄错的 那我们呢 第一个步骤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解开啊 这里 这个地方 这地方把它给松开来 松开 那松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要方便的这个脚要打一个 因为它这个脚呢 要打一个角度了啊 打一个角度的时候 它是这个样子 掰这样子 然后掰开这个呢 把灰色这个部件往前面推出来 OK 它就是要限制住它的脚呢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那打成这个形态之后的话呢 我们原本是扣在前面这个洞呢 现在移到另外一个洞 那移到另外一个洞的时候呢 必须把这个爪子的话呢 给收到内部去 为什么要收到内部去呢 你如果漏在外面的话呢 会妨碍到待会儿的这个脚步的一个组合 所以呢 直到这个方向呢 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地方一样 先把这一块部件给推开来 然后呢 把这个足部这里推出来 再把这个部件推出来 这个这个部分我是觉得需要讲解一下 因为它可以 它关系到这个最后合体的一个体型的一个形态啊 然后把这个爪子呢 给放进去 再把它给扣到另外一侧的洞来 好的 那么腿部的话呢 大致上也就如此这般了 然后呢 把这两侧推开 再来的话 车顶的部分比较简单 不对 车头部分比较简单 推开就行了 两侧都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两块部件其实并没有一定的一个方法 原则上就是只能摆在这 它到时候就会在大力神的一个胸前而已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一块部件呢 给推出来 到这边 然后呢 转到 推到中间来 然后再把它给扣进去 到这里 然后大概摆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它的一个各部分的合体了啊 首先的话呢 我会习惯呢 从这个龙后开始 那它的话呢 就这个地方啊 两侧这两个这个地方就会卡进这个大的一个滑槽的一个内部 那在扣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呢 你是两手这样子把它给捏紧了 两手捏紧 让这个这两个突呢 能够彼此距离近一点点 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去扣到这个这个滑槽里头啊 如果你两侧扒的太开的话呢 啊 基本上就是一个黑人遇到小日本的那种概念啊 非常非常痛苦啊 不容易进入 那这个腿部的话这样就扣上去啊 基本上非常的稳固啊 不太可能会滑下来 那么另外一侧呢 就是红色的堆土机 这个部分的话比较简单啊 它是一个这个这个中间这个突啊 对这个比较细长的这个滑槽 就这样子把它向上给扣进去 这里一压就可以完全的把它给扣进去了啊 好 那往上面尽量推到底 那么呢 在变形 粗变形的时候呢 如果你没注意到的话呢 因为它这个这个部分呢 它多了一个可动关节 如果你没有把它往上顶的话呢 两腿呢会不太一样长 各位留意一下就行了 这个组合的话可以多说都是非常的简单 那接下来进行到它的一个上半身 那我们会先从这个 这个青道夫是吧 青道夫呢 跟本体的组合的时候呢 首先你要注意到 在变形的时候呢 这一块 这个滑槽的部分呢 必须要再贴近身体的这个部分 因为它的一个部分的话 是要扣这个 就是这个钩槽 要卡这个地方卡下去 以及呢 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个横的一个凸 横的这个凸呢 它要对应边到这里 这里有块凸 看到吗 这里 所以这两个地方呢 是要记得要把它给同时给扣进去的 那我们就滑槽的话 一样呢 是揪住 然后把它给向下滑下去 那滑下去之后呢 内部的那个横的那个凸的话呢 就只能够 画面的话应该是 正常的一点是拍不到的啊 这样子 给各位转一下 看到没有 在这个地方 我把它给扣进去了 这个地方 OK 这样子就把它达到了一个组合的一个状态 好 那么呢 它这个两个这个原本人形 应该是说 这个车头的拆开这两个部分呢 它真的就只是放在胸前这里啊 并不需要多做其他的一个调整 那我们的话呢 就接着进行它的 OK 我们先把这个最 应该说是比较 其实也很简单 那相对来讲是比较难 难去拼凑的一个位置 就是这个 头部跟身体的组合呢 你可以看到呢 头 这个 里面这个轮胎 这里是有个 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 这里面 这个地方 这个洞 跟对应边这个洞 OK 这轮胎内侧这两个洞呢 是要去夹住这两个地方的 以及呢 它的一个 这个地方 有个C型扣 看到吗 这个C型扣 要去扣住它的一个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那我们的话呢 就进行一个组合了 然后这个角的话呢 原则上就是 要记得这个 这个部件要卡进这里 要把它卡住是不动的啊 不动的 那因为呢 我们这个在组合的时候呢 这个两条腿部的这个部件的话 是要往外稍微撑开一点 才能够方便我们扣进去 所以呢 到时候有一些崩开 或者怎么样 都是很正常的 各位就不要太在意了啊 我们从后面给各位看一下啊 看能不能拍得到啊 OK 从这边 把它给扣进去啊 左右两侧 咬合进去 其实咬合这两个 粗的部件的比较简单 反正是C型扣的话呢 啊 有时候反而扣得不太住啊 这里 那C型扣 现在是C型扣 要这里要卡住啊 这里 那扣的时候呢 成功的话呢 会有一声蛮大声响 OK扣进去了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它一共是 就是内部有两个 然后外面再加上两个C型扣 一共是 OK都扣进去了 四个卡扣的位置呢 可以把它扣得非常的稳固啊 那么这个头部的话呢 基本上就已经稳定了啊 扣上去了 接下来手部的组合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了 首先的话 我们从这个轮式铲车这个部分开始 非常简单啊 就是你看到这个地方 这种组合的一个形态 应该是蛮容易去理解的啊 这里把它给扣进去 让它给扣进去 然后呢 它是有一个倒钩的 记得让这个倒钩呢 去把这个部分给卡住 那按照这个变法的话呢 它是要折成这样 是轮子呢 是朝在外侧 那么另外一条胳膊的话呢 是由高塔 还有这个 另外一个 怪手所组成 那我们扣的时候呢 是先扣这个 这个有一个大组合点的 这个高塔 一样 从这个地方 不要那么不情愿 行不行 这里 把它给扣进去 那一样的啊 把它给推到底 让这个红色的这个倒钩呢 能够卡住 最后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往内折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里 有一个 有个洞在这边 在这里 我们的话就是把这个 最后的一个小臂的话呢 给插进去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这一款 这个 啊 蹂躏者 践踏者的一个 变形的话呢 大步的变形呢 已经算OK了 那它还有两三 有三个小部件 两个三个小部件呢 第一啊 是这个 脖子上这个环形物呢 就直接从这个地方 啊 它直接这样子扣进去就可以了 啊 没有任何的难度啊 没有任何的难度 往下扣就可以了 OK 这样子扣上去 好 那么呢 再来就是这个 在这个 废渣吧 身上的话 有一块这个部件 它的话是要扣在这里 这里 这里有一块部件 刚好可以把它扣在这里 以及最后的话呢 这个电影里头呢 明明是两颗蛋蛋 但是呢 它没有给我们两颗蛋 但是给我们一个类似于是向下延伸的东西啊 它是扣在这里 放在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洞 这里有个洞 不要扣到上面这个洞啊 不要督错洞 扣到上面这个洞的话呢 会会基本上是上面那个大 大的这个轮子会挡住 所以从这个地方扣进去 好的 那么呢 就你也只能把它往下锤啊 你往上翻是翻不上去的啊 因为上面对方是妨碍到 OK 那会晃吗 会晃一点点 但是不是两颗蛋啊 是一根柱子 那我当然宁愿选择有一根柱子 我不要两颗蛋啊 对不对 那我们的一个整个合体的话呢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我们的话呢 总算呢 把它的一个拼凑给完成了 其实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了啊 那回顾一下 其实以电影里头来讲呢 这个大力神的登场呢 对于电影的一个进度来说呢 原则上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帮助啊 就完全是为了卖玩具 让它登场了 其实这个角色对于叙事来讲 是没有什么帮助可言的啊 但是呢 玩具的噱头非常的够 老粉丝呢 和新的粉丝呢 都会很喜欢 那当然老粉丝的话 就不用说了 这个工程合体 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合体啊 是算是变形金刚合体里头 应该是印象中 印象中它应该是第一个出现的吧 那我们看它这个 先看一下它的背部好 其实它的背 我是比较喜欢哦 它后面这个造型呢 虽然有点怪 而且它后面有一个 类似于这个轮子的 涡轮的这个造型 那我完全可以理解 就是在电影里头呢 它是把 就是有点像牺牲器一样 对不对 从前方呢 把这个猎物呢 给吸进来 然后呢 可能在体内 进行一个绞碎 然后从后面这里排出来 对不对 可能就把它 有点像碎纸机粉碎一样的感觉 所以它这个背部的造型 我个人是觉得是比较成功的 我个人是很喜欢 那拿起来玩具也是很大 很沉 那稳定性来讲的话呢 其实呢 往前呢 往前呢 还比较容易倒 往后的话反正稳定性就比较强 不过这个跟你站立的一个动作呢 是可以完全去克服到的 那以我个人的习惯呢 你说呢 电影里头是一个往前趴的造型 但实际上呢 这个玩具呢 正常以官方的一个合体方式来说的话 应该是做不到的 那我自己呢 也有曾经呢 试着去摸索 能不能让它试足 四个足的凿地啊 因为电影里头 它确实就是一个 好像快要爬不动一样啊 就像进击的巨人里头 那个超超超超超大型巨人一样 它根本就站不起来啊 整个地上爬的一个感觉 但是呢 我目前的话是 发现实在是做不到 那以它基本的一个站姿来讲的话呢 如果你也不迁就 不迁就电影里头地上爬行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造型 是我还可以接受的 很多的这个轮子啊 还有这一些 这个吊臂啊 楼梯啊 小配件啊什么的 在身上拼凑起来 造型感是我个人是觉得 还是比较OK的 加上变性也不是非常的复杂 那我们就看一下 它的一些细节吧 首先的话呢 面雕啊 面雕头是做的有点小啊 如果头能够再做的更大一点 会非常的好 而且脸部的话 非常的邪恶 里头很多的这个眼珠子啊 非常非常恐怖 对不对 嘴巴给张开 好的 然后这个头关 这个没有这个头关的话 就可能要扣分的更多一点点 这个部件又掉下来了 这个我手上的这个的话呢 扣的话是感觉有点松啊 稍微有点松 那如果太松的话 就小心一点 你你要把它 你如果觉得那个 太松 你想要直接把它放回在这个脚底板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它的一个胳膊的话呢 是这个地方 前后洞 三六零度的转动也是可以的 透过这个地方啊 做一个三六零度的一个转动 没有问题 前方的话呢 如果你要把它挂在这个上面 利用这样的顶住也是可以 会更稳定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呢 后面呢 啊 原本官方要求的这个卡控呢 可能就会松掉啊 这个地方 它是有个突跟到这个结合 所以呢 这个玩具的话呢 你如果真的按照Hezbo设定的一个战法去战的话呢 其实是会稍嫌单调一点的 那反正网路上已经很多人有各种不同的玩法 甚至呢 做各种不同的一个拼装组合 这个我就不再赘述了啊 手臂的话呢 外面 这个二头肌一样可以转动 手肘也是有的 那两手的造型呢 是不对称的 各位也看得非常明白了啊 脚底板很大 那么呢 最后的话呢 就 其实这个玩具就是好看 霸气 够 够分量 那最后的话 给各位 小小的一个 多一个展示吧 在电影里头呢 它的一个腿啊 它的一个左腿是黄色的 那么呢 这个是有一个KO商呢 就做了黄色的堆土机啊 这个之前有跟大家拍过这个节目 我们就示范一下 如果把这个腿呢 换成黄色的啊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了啊 我们的话呢 就把这个 原本红色的这个 这个Long Page的话呢 把它给拆下来啊 这个 我可能要让它 暂时的趴在 趴在 趴在 趴在上面啊 这个呢 我由下 下往上 把它给转 转出来 OK 转出来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一款能不能够正常的合体呢 啊 理论上应该是要可以的啊 如果不行的话就去G啦 这里 往上推 往上推 往上面推到底 就给各位做个示范 嗯 好 这个 把另外一条胳膊呢 换成黄色的 就给各位看一下 你觉得 有没有比较好看 嗯哼 这个看个人吧 可能 有还原控的人呢 当然是会觉得呢 换成黄色的腿 是不是再更好看一点点 我个人觉得好像有了啊 因为这个怎么说 它这个 哦 原本是红色的堆土机 那身体已经是红的 然后一整个延伸下来都是红的 感觉是不是单调了点 如果换成黄色的 好像分色来讲的话呢 似乎是比较OK的啊 那这个的话啊 就当成是我们这个啊 这个大力神合体的一个小bounce吧 给各位看一下 这之中的一个差别在哪里 那总和来说呢 OK 毫无疑问 这一款这个SS的这个大力神的话呢 有没有胜过当年的大力神 当然是胜过 我虽然拍过U级的那一款 但是那一款的话呢 就是单体虽然可以变成车 但是又能合体 可是它不能变成机器人 而且那个大小比例的话呢 是比这个可能再崩的更厉害啊 虽然这一款的比例已经不太正确 但是相较于各部分的进化来说呢 这一次的 呃SS的这一款 等待了将近有一年吧 的这个大力神 我个人觉得呢 还是很成功的作品啊 除了说不能还原四足着地之外呢 它已经尽量满足了变形的简单 然后造型的各种坚固 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玩具了 而且它是呃七个人 对七个吧 七个还是八个的一个合体 非常不容易啊 变形金刚的玩具本身就是在于车型跟人型的转换 已经是不得了了 你还要再兼具到一个合体的话呢 那就更加的困难 尤其还是这么多人的合体 那就更加的困难 而且它的一个造型来讲的话呢 真的还是有 还是有在相当程度上呢 去对电影做一个还原了 个人真的是比较推荐这一套 然后偷偷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这一套玩具里头呢 最珍贵的呢 最珍贵的呢 真的就是这一个 左手的这个 手掌的这一个啊 这个呃叫做废渣是不是 还是什么 这个家伙呢 本来就很难买 我今天在加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这个轮式铲车 配箱也不多 OK 我话都讲到这边了 今天就跟各位听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